趁今天有空来给大家回复一下评论 我好像每一次回复评论都是下雨天 好 开始 股市大乐透 阿姨妹是不是结婚了 怎么那么熟了 熟了应该是叫我成熟了吧 现在呢 年纪上来了嘛 他自然就会成熟了 是吧 而且每一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年龄 慢慢生长了 然后心智也变得成熟了 这不奇怪呀 好 下一位用物 DW235的用户是 问墨鱼干炒青菜是什么 做法能不能出益器视频 这个墨鱼干啊 这个煮法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不单只可以拿来煲汤 还可以拿来炒菜或者是烧烤 这些都是可以的 但是它这个干度呢 是比较干的 所以我们在煮的过程中呢 先浸泡15到20分钟左右 就可以开炒了 把它切成丝状或者是 条状片状啊 这些都可以任意 任意发挥你的刀 这个刀工就可以了 下一个网友 飞鸽仔一直在问你们呢 那边的生蚝为什么那么肥美呢 我们的家乡呢 是有着中国蚝香的美称 成春镇呢 为什么我们家乡的生蚝这么肥美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家乡 这个海水的水质啊 是比较优质的 而且连岸呢 还有连片的红树林 而且港湾多 底下海底下 还有非常丰富的微生物 是极其适合蚝的生长的 那在我们这里养殖出来的生蚝呢 是非常肥美又鲜甜 脆口痰牙的那种 所以你们想吃生蚝啊 或者是蚝制品啊 都可以到阿鱼妹哦 深山椒娃 问阿鱼妹 起码胖了十斤以上 估计是现在啊 我比较喜欢穿宽松的衣服 然后显得比较胖一些 然后我们的镜头呢 也是横平的 然后也会显得胖 那我的现在的体重呢 跟我刚开始拍视频的体重 是相差无几的 下一个 环宇奏成周围围 肥妹好久没有露面了 肥妹呢 她现在是帮我处理后蹲的工作 所以呢 现在没有太多的时间 来跟大家互动了 那之后呢 有时间呢 我一定会叫她出来 跟大家互动一下的 下一个 官德君君哥 问豪士怎么弄好吃 其实这个豪士的组法 是非常简单的 因为它是没有添加任何东西的 是纯天然的东西 我们就用最简单的方式去煮就可以了 比如是蒸啊 煲汤啊 煲粥啊 煲面条啊 这些都可以 随意发挥你的厨艺就可以了 下一位用户是冬日暖羊 刚刚网上购买了 阿鱼妹的砂糖菊 支持阿鱼妹支持新农村 非常感谢各位网友 对阿鱼妹的支持啊 那现在呢 阿鱼妹主要是 以这个爱心工艺做农为主 所以我们 我想通过视频 还有直播的方式 把我们当地的农户的 还有这些农海产品啊 销售出去 也希望大家可以 在阿鱼妹爱心助农的公益路上 支持阿鱼妹 献出一份爱心 出一份力 好 下一个 红星首座 阿鱼妹 我很喜欢你们家乡的水产啊 喜欢的话呢 就多跟阿鱼妹购买一点 我们家乡的农海产品啊 还有水产啊 等等之类的 好 然后到下一位唐河匕首这位用户 给电线涂一点清凉油 可以避免狗咬 连涂几天狗就会记住了 那上次呢 自从这个灯带的插头啊 被阿鲸咬了之后 就有网友提议 让我查一点清凉油 到这里 其实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我们这个是露天的 一旦下雨的话 就把它冲掉了 也这个作用应该没多大 然后鱼瓣呢 特意套了一个塑料袋上来 然后把它挂到上面这里 防止阿鲸咬 要是它再次咬的话 就把它炖了 是吧 好了 这些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一妹的记住 拜拜 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底下留言给我 再见